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 榮杰, 阿力錦濤, 大硬 昨天有巴士司機被捕, 城巴和新巴雅公會企圖玩東西 要發起一個最高規格的安全駕車行動 簡單來說, 我們再跟進這件事 9月6日, 很多事被遺忘了 其中一件事, 就是國防科技有重大的進步 還有, 國教將會列入小學生的課程 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 頻道, 及 Facebook 專頁 我們馬上講一下新巴雲城巴雅公會 昨天有司機被捕, 因為他無故地響安和危險駕駛 警察將他拘捕, 身上發現了一個士巴雅公會 就告他涉嫌藏牛, 攻擊性武器被捕 新巴雅城巴雅公會, 今天就在他們的 Facebook 說 就會發起一個最高規格安全駕駛的行動 簡單來說, 這是一個慢駕駛的行動 大家也知道, 之前也有做過一些慢駕駛的行動 都是用類似這些藉口去做的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就是堵塞馬路 還有, 搞一些很慢的行動 甚至乎是停了在這裏 或者不斷響安等等 即是沒有和理塞, 現在就堵塞巴士 自己堵塞啦 如果真的有人響應了參與這個活動 那麼新巴雅城巴雅這兩個工會 就是發起人了 其實跟之前的和理塞差不多了 其實他們的動作就是叫司機 就很慢很慢的行駛 譬如那個 上限下限, 我當是30公里, 50公里 他們就走30公里 就走一個很慢的速度 其實國安法裏面, 有一些是涉及到交通的 這些條例是有機會會觸犯的 如果他們真的做一件事 是為了拯救巴士司機 或者是支援巴士司機 而發起這些工業行動呢 但是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這些都是有待考證的 但是他們所做的行為 是有機會涉及到不同的法例 包括國安法的 現在就是呼籲全港的市民去參與這件事 日期就未有公佈 就是會找一天 就會搞這件事 意思就是說 全香港全部車 突然之間 好像停頓了 洗得很慢 就覺得 如你所說的, 你就提醒了他 原來國安法都涉及到交通的問題 沒錯 他們又不知道 他們以為這件事仍是活動的 好像在走法律 亦有很多網民就罵爆他們 就說他們是黃色的工會 其實都很明顯是 其實看回那個被捕的巴士司機 他們就說是正常的 拿來交刀後鏡 拳套也有 對, 你要看他整身的造型 他的造型是怎樣 放毒面罩 拳套 士巴拿 然後在警察面前 駕駛到很近 以及以高速行駛 種種跡象 人家現在都是控告你 危險駕駛 以及床有公民術武器 沒錯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們經常爭論的 黃營那邊經常爭論的事 就是 為何我在路上 撥撥響安 是沒有錯的 他是無故響安的 其實法例就有規定到 不可以無故響安 因為響安這個動作 其實都是影響到人 或者提醒一些東西 那你全程按住都行 是一定會觸犯法例的 其實我們這幾天 就被那群黑暴黃絲 搞到我們遺忘了很多新聞 其實9月6日這幾天 都發生了很多事 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們的國防科技有重大的進步 我們中國 中國竟然成功發射了 一個可重複使用的 載人太空工具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中國版的太空船 穿梭機 已經成功發射了 也都重返了地球 這件事其實大家都知道 穿梭機這件事 雖然很久之前都聽過 但只有美國才有 俄羅斯也曾經 前蘇聯也曾經研發過一架 現在就到我們中國了 其實這件事是非常高科技含量的東西 以前以火箭為主 大部份國家都是 只有美國才有穿梭機 現在我們中國就已經有實力 去打一個太空戰 因為我們這個可重複使用的穿梭機 主要是和平用途 因為在和平用途裏面 涉及到很多的含量科技 都是要用到這個技術的 否則很多東西都做不到 但美國就不同了 美國近期發展這個 X-37B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聲稱的太空戰鬥機 其實原理上跟中國 可重複使用的載具是一樣的 但它就說明是一個軍事用途 即有攻擊性 說明是太空戰鬥機 一定是為攻擊的 所以我們大家都可以看得出 中國就將這些新的科技全部都是 在民用裏面 但如果要涉及到軍用 這些技術也都可以用來用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已經追路了 不需要被他不斷威脅 我們一定要繼續發展 不可以停下來 還有的就是 這個關軍事事 就是我們的055的驅逐艦 竟然接下來有傳就會裝這個 藍載式的反艦彈道導彈 意思就是我們之前拍過的影片 說過有東風系列的導彈 那些全部都是在陸上發射 射得很遠 我們之前的影片說過 但現在就將它搬上戰艦上面 等到它可以在海上面 遠一點 可以發射 可以移動的發射 意思就是說 一艘我們的驅逐艦 055的驅逐艦 就有能力對抗一個航空母艦 所以也是非常振奮的 好消息來的 還有 好消息未完 我們的航空母艦 即是接下來 起的第三艘和第四艘航空母艦 有傳第四艘航空母艦 是會用核動力的技術 已經盡快到核動力了 那會不會用起飛的彈射呢 這些就是一定的 應該第三艘已經用彈射技術 第四艘甚至乎是用核動力 因為其實這宗新聞 在6月20多日的時候 也有些端危看到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中國 招標了一件事 招標了什麼呢 就是招標一個動力系統 用於船艦上面 而這個動力系統指明到 要用核動力 所以從種種蛛絲馬跡裡面看到 中國的第四艘航空母艦 極有可能 是完全跟美國同級的 嗯 那很好啊 即是不需要不斷威脅 他再搞事的時候 我們不是又去回 用這些母艦 等等去回他周邊 演練一下 以奇人之道 還以奇人之身 還有我們中國都進步得很快 第四艘就已經核動力了 真的超級快 我想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未追得上 是可以快到這樣 是 知道中國才可以 我們講的第二單 就是國家會列入這個小學生的辦學宗旨裡面 沒錯 這個很應該 國安法有明文要求到 國安條例是應該放入教育那裡去教育 我們下一代 令到更加明白這個祖國 國安法其實那時候已經要求到 教育局是指名的 點了名的 教育局是需要為到 是國教而負責任的 是為到國家和國家的指民負責任的 那現在怎樣負責任呢 就是把這個國教這件事 放入中指那裡 即是怎樣呢 例子可能會大家清晰一點 有些學校會寫 要對國家中心 家庭的責任 要重信義守承諾等等 有些就寫說要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這個很支持 這個很支持 也要令到學生充分認識我們的祖國 從而關心祖國 願意為香港和祖國的發展作出貢獻 這些都是一個很正面的訊息 暫時看不到有任何反對的聲音 以及一個反對的很大的理由 確實這些正常邏輯 每個國家都相信會這樣寫 但那些黃絲 黑暴他們的腦袋 其實就很單一 以及很偏激 之後可能會因為這件事 又說不知道什麼 又出來上街 還有的 就是要激勵學生們 為國家作出貢獻 以及承擔 這個也是很合理的 承擔這個重要 承擔這個重要 你怎樣為國家承擔等等 其實祖國已經不需要我們香港的人民 去當兵服兵役 其實這個已經是對我們香港一個很大的憂鬱 那你怎樣承擔呢 就是由你自己的心去出發 去做 國安法就要求教育局就在每一個 學校裡面就承擔這些責任 現在新的學年 學校就要派出一些叫做 小學概覽2020 將很多的關鍵項目 入到教學的宗旨和一個校風的評核當中 這個我相信都是很應該的 在這個校風評核裏面 我覺得這是第一次的 第一次寫明的 那怎樣應該 就是如果他們在裏面 有人 這個不關學生的事 有人 可能是教職員或者是老師 是呼籲學生去做一些反國教的事情 其實學校都是需要負責任的 甚至乎辦學團體都需要負責任的 這個責任現在就放在學校上 以往我們看過 網絡教材 英國這個鴉片戰爭 是我們中國人壞 這些東西沒有網管的 現在說法來了 管理教育 看看你以後會不會再是這樣 將一些東西 勉強拿來講 這次都是因為這個疫情問題 變成了 家長可以在zoom裏面 看到他們怎樣上課 這樣才可以踢爆到 很多很多 教材也沒有問題 裡面填尾孔也沒有問題 但是表達上面 原來是可以這樣扭貨 老師是怎樣教才是最大的問題 現在就可以 將這個責任由學校 進行規管 否則的話 學校甚至乎辦學團體 是需要承擔某一程度上的責任 這個絕對是一件好事 是不是 我們就講一下 9月6號 其他有趣的東西 對呀 沒錯 首先就講一下什麼 十二門徒 不如 十二門徒 大家又忘記了十二門徒 是的 十二門徒 剛剛開審了 有三個人出不了庭 那麼開心什麼 就是一單叫做 串謀雙警 的案件 有三個人出不了庭 那三個人出不了庭 為什麼呢 回到大陸 是的 他們就是違法 送了回大陸 沒錯 違法這樣 就自動就走到中國的海域 走到自首 是的 自動望望 結果就出不了聆訊 那麼 裁判官就頒布這個拘捕令 都要等他們回來才拘捕到他 因為他現在都在國內裡面 同一時間撤銷了他們三個人的三萬元單保 喂 原來串謀雙警 的單保費都只是三萬元 那三心七三萬元 即加上九萬 是的 其實都好少了 三萬加上都不夠十萬元 所以他們可以這樣逃跑了 有理由 應該走的 給三萬元 衝攻就衝攻 走了一條好看 沒錯 你不用坐牢 給三萬元出來 隨便吧 過到台灣 之前都說過 包食包住 可能是包下牆 所以當然要離開 還有一件事 這三個人 原來跟我們昨天 國安處拘捕的一個人 三私維修工作室 的公主有關 即是電話店的公主 亡國 沒錯 怎樣有關呢 原來他跟一宗串謀有意圖 而傷人案件有關 這宗案件 其實就涉及到 剛才所說的三個 十二門徒的其中三個人 為什麼會跟國安處有關呢 因為這三個人 涉及到 毛牌 管有槍械和彈藥 還有是藏有攻擊性的武器 如果涉及到槍械、彈藥等等 是有理由相信跟國安處有關 跟什麼有關呢 就是恐怖活動 你為什麼無緣無故會有槍械 你這些槍械是打算拿去哪裏用 是打算拿去什麼途徑的用法 這些槍械是哪一個地方 國家的人去運給你 這些相信就跟國安法有關 還有 其實這間電話店也有問題 因為最新的資料顯示 他是涉嫌使用他人的個人資料 你已經同意 即是很大機會 我猜的 他真的有些人 放個電話進去 讓他做 他發現 原來這些 正常人來的 他就拿人的資料 就可能放上網 又或者發給一些 那些獨組織 是 絕對有機會 因為他裏面可以看完WhatsApp 對呀 看完Vchat 電話任由他使用 對呀 所有的東西 原來是這麼不老實的 這間店 沒錯 還有黃之鋒 黃之鋒 大家都知道 9月6日出現在日東酒店 坐鎮指揮 對呀 和岑子傑 然後他有幾樣東西 說反國安法等等 又要求政府去 快點重啟立法會選舉 對呀 接著完了事後 他沒有被拘捕 他當然是回家 他只是喝咖啡 因為他在酒店 對呀 回家了 回家的時候 他就說 又被私家車 又被電單車 等等 四輛車 跟蹤 他跟蹤他 對呀 他拆全在感 誰都知道他家在哪裏 他可能會跟蹤他 對呀 其實周街都是車 難道路得你走嗎 笑料不止一宗 還有另一宗 他就說 華爾這個 香港全民檢測 讀數 你去哪裏 他就說 要屈人 周末 就有很多外傭去做檢測 就華爾 民政署 每人給錢 就給他們 給外傭 充數 我想說 你為何周末有那麼多外傭 因為他周末才放假 大哥 連這些常識也沒有 他真的很少去中環 尤其是星期日 他不出街 我們看到他也會出街 還有第二件事 為什麼外傭不會去做呢 因為印尼和菲律賓 疫情很嚴重 他們的國家 是沒有免費全民檢測 如果有病 真的要很多錢 可能是傾家蕩產 他們的老闆也想他們去驗 知道他們有沒有事 所以他們很擔心 因為很多時候外傭去到另一個國家 他就是家的經濟支柱 所以他很擔心自己 如果有事家怎麼辦 所以 不像你們的黃絲黑暴 如果政府免費肯給他做 撲倒他做 人家真的不像他 大哥 炭咖啡 戴著個河童頂 還有他有些事沒有說清楚 他說收拾回勇 回勇的話 有人給了 才可以回 即是有人給錢 誰給 他提出不了 他不知道 還有 提出四大訴求 數數給大家聽 第一個 反對光發 第二個 反對健康碼 第三個 盡快恢復選舉 第四個厲害了 第四個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在香港那裏說的 他應該回大陸說的 第四個就是 盡快釋放十二門徒 他哪有敢回大陸說的 在內湖喬前面那端說的不夠膽 我們經常都說 他生就過不了內湖喬 死過不了內湖喬 沒錯 還有兩件好笑的事 很快跟大家說說 周庭做企街 是有些嚇到的 剛才吞了口水 就是關於檢測等等 又反對健康碼等等 很多事 他醉了很多人 違反限聚令 被罰了2000元 每個人 當然是每個人 他很會做戲 拍照 被記者拍照的時候 很無辜的 把罰款的那張信 就在胸口前面很慘 他們全部都訓練班 昨天那個 不知道男性女 梁先生 有表演了 不過有沒有發覺 每個人都說幫他做急救 其實 人們圍住他 就沒有人理會他 我這樣看 除了他的氧氣 其實那時候 梁先生 或者梁小姐 呼吸很困難 有機會 可能呼吸窒息 那代表什麼 如果大家有知急救的話 一停了呼吸 起碼要吹兩口氣 這個時候 我看到 那些急救 那個人 你眼望我眼 希望有個意識出來 是呀 跟著手先 嘗一嘗腳霧 吞口水 然後 我在想 那些急救 求神拜佛 就說 梁先生 你千萬不要停止呼吸 如果你停止呼吸 我們就糟糕了 我們就糟糕了 這次怎麼辦呢 包子砸 有傳 就說 他們在商討 喂 用不著人工呼吸 沒有人夠膽說話 然後 腳步向口吞 最重要是 不敢說之前做些什麼 看一看他的腳毛 不敢說 那一刻 我相信他們求神拜佛 就說 梁先生 頂住呀 頂住呀 我想 就沒那麼真心的之前 現在就有了 我們看到也挺好笑的 沒錯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facebook專頁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